香港占中运动已经进入第五个星期 特首梁振英的《大福海报》 已直充斥在金钟、旺角等地街头 香港市民频频要求梁振英下台 就连亲北京的建制派议员田北俊 日前也建议梁振英主动向中央请辞 那么港人为何如此讨厌梁振英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上挑的眉毛、狡猾的眼神和可怕的獠牙 是占中人士展现的梁振英的形象 这也是香港相当一部分市民对梁振英的看法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0月22号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 刊登一篇署名加拿大梁慕贤的文章 谈到了这个问题 文章透露梁慕贤自己曾经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员 所以很容易察觉到地下党意图改变 香港的各种策略及部署 文章写道梁慕贤2010年曾警告港人 梁振英是中共中央和地下党合谋 蓄意精心培养的人 正意图推举他成为未来香港特首的人选 2012年 梁振英果然以689票当选 从此 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名存实亡 文章还说 梁振英上台后的这两年 香港人看到了梁振英的共产党思维方法和统治手段 如强硬推行国民教育科 香港电视不获发牌事件 组成多个爱字头红卫兵式组织 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 加上中共发表的白皮书与人大常委会的假普选决定 香港人这才恍然大悟 决心争取2017年特首真普选 他散开冬戳是靠经文攻击他的对手 唐英年 主要的丑闻就是唐英年欠件的冯屋 但是他台美上任的时候就爆出他自己也有欠件 这个第一 他没有诚信 还有他在去年推行过民教育 很多香港市民觉得他有推动民旗教育 也非常的反感 第三 在13年的时候 他处理香港电视发牌 一个人就推翻整个社会的意见 保决广播电信管理局的建议 也引发非常大的群众运动 梁振英在忽视民意的同时 也频频抛出重磅言论 19号 梁振英在接受亚式访问时指称 战中行动有外国势力介入 20号 纽约时报报导 梁振英在战中行动发生以来的 首次外国记者会上表示 但是 特首采用公民提名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这样会出现穷人主导政治的风险 《时代》杂志23号报道 梁振英这番言论将占香港人口一半 月收入低于14000港元的香港人 推向了政府的对立面 因为政府不代表他们 报导指出 梁振英这番话惊醒了香港市民 原来民主运动不仅仅关乎理想 更是一个植根于现实的社会问题 在战中的前后二十几天 他所扮演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 是香港人民自由民主不顾 而且是香港人民未来前途不顾 除了武力镇压催泪弹警察黑帮 这些不入流的手段之外 他从来没有表现出香港特区 地方首长应该有的大度风度 还有对民主的尊重和对法治的理解 对香港的老百姓看清楚了 他一定是中共的帮凶 或者说是中共的一个傀儡 24号 香港建制派议员 自由党党魁田北俊指出 不单单是普选 梁振英这两年在很多方面的管制 都做得不好 田北俊还说 梁振英目前面对占领运动 与泛民主派不合作运动的夹击 即使继续做完余下任期 恐怕也会一事无成 因此建议梁主动向中央请辞 田北俊指出反映 不少建制派内部的信任 很多建制派对梁振英 也有不少的批评 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公开的 是反对梁振英 因为中共很多次 大大小小不同的渠道 向建计派发出信息 请梁振英 美国智库专家刚萨雷斯 向美国之音指出 北京对梁振英 不会有很长的耐心 一旦他们意识到它是个累赘 他们就会甩掉它 给梁振英